郭教授 郭院长 还有法师在座的朋友们 还有线上的朋友们 听说今天有一位是在卢森堡 他传了讯息给我们说 怎么办 我现在在卢森堡 应该怎么办呢 说我们有直播 那这次也是我们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场 有很多台机器 这都是我们的义工菩萨们 很用心地帮我们 设置了这场的直播 那今天的讲座 其实蛮有趣的 也蛮特殊的 因为一般在法谷山体系的讲座 比较少是从佛学的角度来谈 我们大部分都是普化的课程 那这次圣言教育基金会 特别邀请了我们 这个圣言佛教研究中心的 咨询委员 来做系列的学者开讲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期待或期许 就是希望佛学 可以跟生活做一些连结 那但是这件事情非常困难 我记得以前 我跟果贤法师 在人生杂志的时候 曾经试图想要邀请一些佛教学者 来写一些普化的文章 那很多的学者 一开始都很开心地答应了我们 但是要交稿的时候 通通销声匿迹 原因就是他们说 做惯了学术 写不来白话文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白纸黑字 这个要经过考究的 所以他们写出来东西会有很多注解 那充满了注解的文章 就没有办法放在人生杂志 所以我们发现 学者从大学院要到大普化 其实是有他的难度的 但我们这次的咨询委员就是 尤其是我学长 他非常被逼迫的 打了第一仗 那被逼迫原因就是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学长 郭朝顺院长 那我跟他都是文化哲学所 我们同一个老师是 佛言所的前所长 李志福老师的学生 但是呢 他的学术成就 这个文言文讲座 难忘其向背 白话文就是 车头 车尾灯都看不到 不知道已经该到哪里去了 那我们这个学长呢 你们听我描述就知道 我40岁的时候 读他写的《为氏的论文》 50岁的时候 读他写的《天台的学问》 60岁的时候 读他写的《华言》 现在呢 70岁快到了 70岁的时候 我想他应该已经把整个 汉传佛教结合整体佛教 做了很完整的研究 那我知道他这几年呢 还从事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就是佛法跟心理学的结合 所以今天我们请他来呢 我们学长准备了他 最近这段时间在整理的东西 所以应该会很有趣 那大家也知道 我们这个学长 他以前 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 他在佛光当 佛教学院院长之前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 他以前是华泛文学院院长 所以那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 那你下一站是不是法谷文理学院 就是我学长他这个佛学研究 其实是从很多跨领域的面向来做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佛教学院的发展 在文理学院的前身 从一个部分就是当时的法谷佛教研修学院 就是单一宗教办学 所以佛光的佛教学院 也是从单一宗教办学起来的 那这个研修的概念呢 就是有研究 有修行 所以有学门 有所谓的解门 也有行门的部分 那我们的院长等一下呢 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佛光的解形病重是怎么做的 那也许我们将来有机会 就请到我们另外一个咨询委员 邓委员主任 也可以来谈谈 那法谷的研修又是怎么做的 那之所以 第一想请到院长来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过去的佛教研究 大部分都偏重在学术的 不管是文献学或者是意理的研究 但是我们一直很希望推动一个 佛学实践的概念 就是佛学的研究可以跟实践去做整合 所以今天院长的主题 也有这一部分的一个走向 大家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这一场的讲座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我记得我当年在念博士班的时候 我身边有很多的学长 后来都在学校里面当老师 都是做佛学研究的 虽然我念的是哲学所 可是经过这些年来 快 二十年 就是经过这二三十年来以后 我们发现台湾佛学的研究人才 逐渐在凋零当中 那这个凋零当然跟少子化 跟学校的设计 或者是一些学程的 课程规划有关 那还有一个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佛学的领域 越走越深奥 所以很多人听到佛学研究 就会这个 赶快逃走 因为现在有很多 社会科学或者其他文史者的研究 以前都是走佛学的路线 现在越来越少 那我们就希望借由学者开讲 让大家看到佛学研究 接地气的一面 然后也希望鼓励或者是邀请更多 对于佛法的生探有兴趣的人 不要害怕 也跟我们一起走入佛学的研究 然后再从佛学研究 结合到普化 结合到修行 我想这是师傅在讲 佛教的时候提到四个面向 就是佛学 还有什么 学佛 佛法 跟佛教 那怎么把这四个面向同整起来 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然后圣经会将来也会办 我规划中有个叫 学佛四帖 就是刚刚讲的四个面向 希望来办一些佛学营 然后邀请大家 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深入了解佛法 然后佛学的研究 像师傅讲的 是让我们更了解 以至于可以更深刻地 厘清很多问题 不成为所谓民间的信仰 那它不是一个所谓 高高在上或者知识分子的佛教 而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院长 帮我们定了一个持戒入禅的自我疗愈 这个题目听起来是不是 很清楚还是很模糊 觉得很清楚的可以举下手吗 这边清楚这边都模糊 是因为院长坐这边 你们想让他看到模糊 那我想不管是清楚还是模糊 等一下我们经过两个小时 它的讲述之后呢 相信会有一些更清晰的概念 然后他也帮我们留了一个小时 大概休息20分钟 所以留了40分钟时间做QA 等一下大家在听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觉得疑惑的地方 你们都可以把它写下来 我们今天 我记得我那天跟他在翘时间的时候 他说 你们老师说要三小时 所以我们改到下午好了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满满的三小时 好好的去享受这个佛学的 跟生活结合的盛宴 那我们就邀请学长上台来 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 刚刚那个郭老师讲说 他如果介绍完之后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讲了 那个的确有点不知道怎么讲 不过说一下 我跟圣燕法师的一个小姻缘 其实我是领过圣燕法师奖学金的 我的伯论其实那个时候是领过 圣燕法师那时候亲自颁的 那个奖学金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在 整个学习过程当中 受到不少佛教的 这个不同单位的恩惠 因为我们当时是靠研究生 研究生就看奖学金过日子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同学讲 就是读佛学 其实佛教的资源真的很多 如果愿意好好去学 好好去发展 那个前途上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那我们刚刚那个郭老师讲的那一个 所谓的凋连是指着我们都快退休了 那后面要有人接棒 不过我自己在佛光大学任教的这个阶段 我们发现说 也许我们要转换另外一种思维 没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不错 现在很多中年或者说乃至于稍微年长 回流教育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另外一条管道 作为一个佛教教育者 我们其实是期待有更多的人 可以投入这个领域 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反省 就是这个教学到底 或研究到底出现什么样一个状态 使得好像很多人忘记 这个非常非常的深谓 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那怎么样去让它 能够更贴近我们所要去谈的 或者说跟我们的人生 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 这几年在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题目 其实大家觉得说 好像很模糊又很清楚 好像看得懂又看不懂 那我稍微说一下因缘 因为这几年 我自己在做佛教跟心理学的对谈 所以我努力去读了不少心理学的书 我说大概两三年来 我读了心理学的书 大概比佛学的书要多很多 那就是因为想了解说 心理学怎么去谈人 怎么去谈自我 怎么去谈我们的意识 怎么谈心灵 那佛学谈的那套方法的话 因为我们自己在佛学领义 比较熟悉 那有时候熟悉有个麻烦点 讲来讲去 你都会用同样的语言去重复 所以说了之后 就等于好像没有说 那好像大家都听得懂 可是再稍微问一下自己 我真的懂吗 或者说这个怎么样用一个现代的语言 来去重新去理解 或者说怎么样去讲给一些心理工作者人听 那你跟他讲说什么叫做 维世的三分 什么叫做见分 什么相分 叫做自真分 你跟他讲说 什么叫做莫拉斯 阿拉耶斯等等 这东西他们都听不懂 然后有时候心理学家常会跟我们讲说 拜托 拜托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定义 定义清楚 他要好去做测量 那我们就说 佛学不是这样搞的 因为佛学不是用一个量化的方法来去做设计 说把你定义清楚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量化 当然我也尝试去跟一个 我们学校的心理系的主任做一个合作 证观可能出来的 因为他 我那时候我们在跟他谈一个方式 就是说 怎么把所谓的这一个 这个久住心 就是你要进入到出产之前 有一个所谓久住心的阶段 怎么用一个 他自己要设计一个量表 好 然后我说我解释给你听久住心是什么 后来他就设计一个量表 去测测看 当然测到后来 我们当然会有些有犹豫 到底那个是不是真的久住心 因为拿我们的学生 或拿有些基础禅修的人 他有做过禅修 他觉得说他已经达到哪个阶段 可是有时候他讲的 跟是不是达到那个阶段 很难去match 对不对 所以做量表 其实就想要把它客观化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尝试 我是觉得说 至少我们要给心理学的 影业的朋友一些线索 让他可以进来 同时我们可以进去 我们彼此互相了解 彼此是做什么的 好 这个当然有点闲话 不过我在谈那个大的背景 就是说 我大概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把我自己系上的老师拉进来 还有一些佛光 还有外校的心理学的教授 把他拉进来 我们一起玩了三四年的 这样一个对话的活动 甚至我邀请那一个心理学的老师 一起来读大圣起信论 我说你们读 然后我来解 你们来解 我们互相解解看说 彼此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东西 我们真的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把大圣起念好好读一遍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多创造 这样一个对话的空间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对话可能要先从平等开始 我们觉得说佛法很高 然后心理学很低 人家就不跟你对话了 那心理学觉得说 你太高我不想跟你对话 或者心理学就说 你们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 我也懒得跟你对话 假设学科跟学科之间 都是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它没有办法促进 所谓的学术的发展 也没有办法促进佛法 在现代当中 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可能性 好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 我们做今天要讲的那个内容 我先给大家一个纲要 其实我下面的那个PPT 不会照这样一点一点 但是大致上会有这个六个要点 因为我的东西有点多 因为我的东西可能是 还包含这几年刚刚所讲 那个对话的过程的经验 逐渐要发展的一些想法 那我把这个六个要点先做一个概括的描述 第一个我要先说明的其实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当过这个佛教学系的系主任 院长等等 那我们在佛教学系其实就有一个东西叫做行门教育 那行门教育在以前我们在读哲学系都觉得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当我从华办转到佛光去认教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这个东西就大师已经说 原来这个地方是这样过生活的 你知道我们佛光的佛教学系的行门就是他要行堂点座 然后共住共死 他还要参加早晚课等等 那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适应 那后来也在观察说他到底有什么效果 所以第一点我也在谈这个东西 那从他有什么效果之后我们开始去反省 整个所谓的行门 或者说所谓的佛教的修行实践 他的含义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 那第三点就是说 那这个含义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佛教的内部来谈 所以我就会把我跟心理学对话的一些经验 把它做为一个稍微的描绘跟组织 我大致上对应出说佛教谈了什么东西 大概可以跟心理学的哪个部门 稍微做一点点 不是直接说一等一的对应 可能有关系的一些对应把它描绘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会提供一个 我稍微做的一个图解 那从这个经验 我就开始要发展佛教的所谓的 三学真上的心理疗异的模型 那三学真上谈的一个叫界定会 那其实界定会就是从最初的释迦摩尼佛开始 我们来谈修行 我们谈文师修 对不对 那修要怎么修 那就从界定会来修 界定会又可以跟六波罗密相结合 又可以跟十地相结合 所以你可以把界定会 当做一个基本上的修行的总纲 好 那所以四跟五其实从三学就发展到所谓的跟十波罗密 跟十地之间的菩萨型的那个修行关系到底是什么 做一个描述 那今天那个题目 这种持戒入禅 对不对 其实是第五地 南圣地里面的一句经文 这经文里面就是讲说 持戒入禅 神通无量 这不是要叫我们说搞什么神秘的神通 当然这句话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要持戒入禅 理由是什么 那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开始会转到一个维世学所谈的维世的三分说 跟五种维世观的一个操作的方法来去谈说 其实我们在谈禅修的时候 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去描述 因为可能在法谷这边的禅法 假设是用禅宗或公安禅的这个方法来去操作的时候 不管你是灵气或潮洞禅 有时候可能会强调无念不生对不对 可是维世学的那个部分的话 会提供另外一个线索 跟我们讲说禅修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意识的经验跟转换 我们如果去观察 那这个跟禅宗的那个一念不生的操作方法 会有点不一样 应该讲很大的不一样 那一般可能在中国的禅宗会认为说 那个叫剑修 叫顿修 不过我们缓一个例子来看的话 其实我发现说 生眼法师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谈剑修 都在谈顿悟 它其实也是很有次第的 我前一阵子那个 请那个顾老师去那个 当我的学生的口识委员 他就给学生很多指导 他说生眼法师其实他的著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次第非常非常清楚 每个阶段其实是很清楚 那换句话说 生眼法师的禅法 它不只是强调禅宗的顿悟 它其实也会强调所谓的建修的历程 那我自己以前也稍微做过一个 有关生眼法师的这一个天台新药 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研究 因为我做天台学的 所以那个时候 生气会这边有邀请我做一个计划 那我说的是在谈说那生眼法师 到底是怎样去解天台新药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后来我有另外写一篇文章 在谈一个议题 比如说生眼法师谈天台新药里面 到底他谈的心是真心还是旺心 因为如果以天台学 我们通常会讲说天台学叫做因练性 比较偏旺心 当然可是他用的那个讲法 好像又谈的是真心 所以为什么会又谈天台又谈真心 那这个说法到底怎么去解 当然这个有兴趣 你去看那个圣言研究里面 好像有发表过 那我们不细谈 那这个基本上这个纲要 给大家一个线索 这个就是我待会会讲的东西 好 我想说把一个稍微的轮廓稍微描述 我是怕大家对后面的那个资讯量 如果太大 你如果觉得后来有点那个开始迷路了 不知道我讲到哪边去的话 就稍微回忆一下 那因为我们的这一个 今天的演讲的设计就是说 我先讲完 然后再来做QA 那所以你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 没关系你就先记一下 看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到时候如果我们要把PVD叫回来 我们就把它叫回来再来谈 好 那接下来我就从所谓的这个 佛教学系的行门教育谈起 这个图大家有没有看过 应该没有 因为这是放在佛光大学佛教学系的网页上面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里面有慧民法师 然后我有我的前院长 我前任院长万金川教授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当院长了 那时候的主任应该是坎正宗老师 坎正宗是台湾史的专家 那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 我们跟法谷文理学院 我们其实有一个协议 就是隔年到对方的学校去做课 所以我们把它办一个比赛叫做佛法碑 佛就是佛光 法就是法谷 佛法碑 所以这一年大概是前年 前年来佛光的那个场 那时候慧民法师还当校长的时候 那今年那个陈校长也要来 那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 到对方学校去参访 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 其实佛教就是应该开大门走大路 不要有太多的门户之间 宗派之间 山头之间 如果大家还在固守着山头 那佛法不会新啊 你要打开门 那个佛法才是大家的佛法 因为佛法不是为了谁而设的 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宗派设的 那所以我们在 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 一个是佛光跟法谷 其实是常常在交流的 为什么用这一页呢 因为你要看那个中间 那个黑字的那个部分 我们为什么选择一条艰难的路 谈谈佛教学系行门书院教育的理念 从我接院长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 不是每一年 每一个学期 期初跟期末都会有所谓的全宴集合 我们可能跟法谷不大一样 因为我们的愿就叫佛教学愿 所以我们是用愿来操作系 那我们愿是有实质的功能 不然我就没有用 那我的实质功能就是说 我必须要去想说 我要为这个愿创造或塑造出什么东西 因此我每个学期的 这一个期初跟期末的全宴集合 我把它当作一个 我去跟学生谈 我们佛教学系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我们想要形塑出一个怎么样的文化出来 那这一场是我第一场正式跟他们讲的 那个时候是我接院长的 第一个学期的期末 那个时候我就写一篇文章在讲说 我们为什么选择一条艰难的路 所谓艰难的路就是说 如果我们大家知道说 大学现在是进去 要进不去比比较难 几乎你什么样都可以进大学 对不对 那大学我们都知道说 所有大学 几乎现在每个大学都 把学生捧在手里 对不对 怕他怎么样 他不高兴 怕这个顾客满意度不好 我们把这些学生当顾客来去招呼 可是我们干了一件很难做的事情 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学生 怎么样有一种服务的态度 有一种所谓的佛教修行者 应该基本有了那个态度 所以我们这个行门教育 我们就是谈说 我们为什么会要有这些行堂点座 我们为什么要规定这个规定那个 那我们就讲说 这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如果不要这个行门教育的话 那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很乐的情愫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行门教育 所有老师全部投入 然后每个人去分组 比如说有些人是 我们这个叫做服务师做主 会分成比如说你是服务图书馆的 或服务这个学术会议的 或服务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新闻的发布 那这个有很多朋友的主别 就每个主别要有个老师去盯着 要带着他们去做一些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这一个文章 其实我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理念写出来 因为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办教育的人 我们要对得起 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办教育 那我们是不是把学生拐进来之后 就是说好好捧着 然后希望他是我的那个 他是好像我的那个衣食父母 我要把他捧得很好 我们一直在觉得说 怎么样把学生教育得好 而且在佛光 我们跟佛光谷也许人数不到一样 我们大学部是23个 然后研究所也是23个 然后我们还有硕士班 博士班我们有三个 可是我们有很多外籍生 我们外籍生的话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 所以有时候在开玩笑 还有我们学生的比例 我们有老中心 然后我们有在家出家 有老人跟年轻人 反正各种组合都有 所以这种多国家 因为我们最高纪录 多国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有18、9个国家 这个学生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普通的国家 那彼此要去适应 而且我们那个操作方法就是 每个同学大概一周要轮 大概两到三次新唐点座 那他我们的宿舍是没有冷气 然后呢 同学就是要自己心结打掃 然后轮流煮饭服务学习 我们认为说 这个都是学习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当然会类似老师 那我们当然有会 佛光山会派两位法师 一个男众一个女众 负责去教导他们 跟指导他们 咱们去操作这件事情 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真俗跟 出家跟在家 没有学者跟生人的合作 我想这个运作大概运作不下去 那当然我们会 其实相对来讲 我们稍微比较简单 老师还是属于教学系统 可是我们把这些所谓的 那个品德跟生活的教育 怎么把它带进来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要营造的一个氛围 那这个其实真的是 说起来是很辛苦的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跟学生 要直接面直 这个是心理学的术语 面对面来去互相来去辩论 我记得还有一次 我是我一个人 对全院的学生在那边辩论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们那一年 把男中跟女中合在一块 说学生不是很多 我一起点坐行堂 我开一个厨房 不要开两个厨房 那学生跟我们之间 因为有一些变动 他们就会觉得说不高兴 那我们就要开始辩论说 那为什么 我说你如果可以说出理由的话 我就听你的 你如果说不出理由 你就听我的 后来他们编不过我知道听我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你要有这个办法去坚持你自己的理念 说你要做到什么地步 那可是行本那个东西 我们如果稍微想一想 这个是《金刚纪》里面 《纠摩罗斯》那个译本 一开始 那个 你看以前根本不需要行门教育 佛陀的典范其实就是生活的典范 他自己去乞讨 然后回来跟大家一起用餐 用完餐他把自己的饭碗洗一洗 自己把这个座位铺好 开始结佳无佐 接下来就开始上课 那这样古代的生活 跟现在的生活不能够比 现在当然是一个 特别是佛教学系 就是在一个大学的系统底下 那如果我们稍微描述一下佛教学系的日常生活 这个QR Code就是有一个影片 我有兴趣你自己上去看一下 那个是我还没有当院长之前 学生拍的影片 那我们很感动的是 就是我写那篇文章 其实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第一句话写的就是 就在谈说 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影片 那影片在谈 谈到有一个故事 让我觉得说 在我们学生上看到 那感动的是什么 我们的学生很乐意去为学系去招生 我就跟我们的同学讲说 如果 跟我们老师也这样讲 如果同学 愿意帮你这个系去招生 你这个教育才算成功 你这个系如果叫学生不要过来的话 你这个学系就失败了 这个影片是学生自己拍的 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日常生活把它做一个描述 早上五点半起来 可能就是要开始点座的 然后很早就要起来了 因为他开始煮饭 然后他的点座 然后另外一组是行堂 行堂就是把碗块餐具那些东西布置好 所以点座行堂 接下来吃完饭 不是吃完饭 先早晚课 早晚课吃饭 吃饭之后八点上课 所以八点以前要所有这个东西要结束的 所以接下来的课程跟他的 如果没有课的人他就自主学习 因为有些社团等等活动 那这个整个到晚上就是要死 那要死的时候还有晚课 接下来开大镜 所以那个影片我是觉得说 学生也许拍的专业不是非常高 但他让我觉得感动的地方是 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描述一遍 而且是带着他自己的情感 那所以我把影片当中一些片段稍微剪下来 这是他们的点座 开始煮饭 你看那个个子不大 哪个国产那么大 可能有半个人大的那个国产 他们从不会到会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是行堂 我们的灾堂其实是可以 整个学院的同学做出来一块 所以那个厅堂其实很大 南宗那边比较小 那所以我们就把他叫到我们这边来 就是全部就大灾堂 那你看他都有点时间 是6点20 前面那个时间忘记了 我记得好像5点半就要起床 然后上电6点45 那上电让这个打板 然后他们就要列在那个大殿的外面 那这个是不是只有点桌行堂 其实我们也有禅修课 法谷当禅修是很出名的 但是我们也一样会教禅修的 那这就是他们的阅读的学习 这是我们的图书馆的一个角 那这个同学因为我觉得这个照片 为什么拍那么好 我就觉得吧 这个同学大概快要毕业 他是陆生 他本来在硕士的时候是南京大学的 然后他来边读博士 最近也好像也领到那个 圣言法师的那个奖学金 他那个博士诺文写作的奖学金 那这个就他们的一些艺文学习 比如说书华 绘画 音乐 那他那个东西就是说 从行门那个东西我们会觉得说 行门教育 我们以前没有碰过学生有那一种行门教育 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学过 所以我常常在跟我们同事开玩笑说 叫我们去读佛教学习大概读不来 会被当掉 因为那个工作量跟那个劳累 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要很佩服 很敬佩我们的学生 能够熬下来 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其实很棒 因为我们都质问说 我们当年其实不是这样过生活的 他们就是这样过生活 而且呢 从大学部到硕士班到博士班都是这样过生活 博士班虽然他已经不需要行门了 可是因为他只要共住 他只要住在那边 他还是得要分摊他的工作 他用他的方法来去服务大家 那这是我们对学生的要求 那这是我们对学生的要求 就是你在那边接受大家的服务 但是你要一样去回馈给大家 这是我们给学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可是行门的 如果我們說行門是為了對治貨業苦 要讓我們解脫輪迴 要讓我們成活 那這些所謂的一二三的這個上面的這些東西 如果你都用心經來去讀 其實就是 吾無名 亦無名進 乃至無勞死 亦無勞死進 或者遠離顛倒夢想 就近念盤 我們在佛教裡面的學習跟修行實踐 難道不是為了要得到這個目標嗎 可是如果只是會煮飯 點坐行堂 就會了嗎 當然不是 可是如果沒有從基礎的日常生活開始 那你去打高空 說我要誤道 我要成佛 然後我什麼事都不幹 我相信這樣一個生活也不會讓你得到解脫涅槃 反而會造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紛爭 比如說在一個家庭裡面 如果都是媽媽在煮飯 然後小孩子都不幹 什麼事情都不幹 我想這個家庭裡面也不會就近涅槃 可能媽媽做到後來就開始很累了 我說我要罷工 其實有時候我爸一個功好啦 不然就把他送到佛教學習 那我磨一磨之後 回去還會煮飯給你吃 的確我們有家長因為這件事 他就感動得流淚 說居然他兒子 我會煮飯給他吃這樣 我心裡想一想說 我以前是不是有一樣那麼不孝呢 好 那其實我們在談那個受苦這件事情 如果在心理學對談當中 我們慢慢發展出一個觀念出來 我們談八苦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兩大類 一個稱之為自然的受苦 一個叫做文化倫理的受苦 什麼叫自然的受苦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色身是四大合合 那四大合合的話 你一定會有老病死 對不對 我們每個人都會老病死 我上個禮拜就拐一道腳 到現在 不好意思 我現在不是因為偷懶 只是我要讓我腳休息一下 所以我稍微坐著一下 所以這個四大合合的老病死是人一定會必然經歷的 可是我們另外談另外一種苦 怨真慧 愛別離卻不得 種種這些苦的話 我說他的受苦的地方在哪裡 是我們的夜席生 是我們的世生 談那個身體就是我在跟心理學對話 我們會慢慢發展出一個所謂的多重身體的一個 因緣觀的理論 我們其實人的受苦是有兩重的 一方面是我們的色身在受苦 另一方面我們的受苦常常 心理學常常要處理 就是右邊這邊 就是彥真慧 愛別離求不得的這個部分 而這個部分你都嚴格講起來 其實是一個文化跟倫理的受苦 為什麼是文化跟倫理的受苦呢 我下面寫了一段話 這個字體跑掉了 我那時候是要把它弄成形鎧 表示是我寫的 那那個 我說令人受苦的都是人間的話語 那這句話其實在之前有個演講 我就把它當一個標題 為什麼 你不覺得有時候很令人傷心的開始 是因為某某人 特別是你最關心的人 說了一句很傷你的話 有時候那個話比什麼東西要更毒 對不對 然後你看兩個人吵架 那個吵架那個氣氛是不是恨不得用我一句話把你殺死 所以在吵架相罵的兩個人的過程當中 一句話比一句話要毒 你那個話就像那個劍 刀劍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在你希望傷害他的時候的那個刹那 你會希望講出罪惡毒的話 希望你能夠那個話讓他一刀斃命 大家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有這個經驗 所以不覺得說其實有時候受苦 有時候不見得行動 當然會讓人家受苦 可是因為行動要直接擠一聲對不對 可是話語太容易擠你的耳 入你的心 當擠你的耳 入你的心之後 你種種的文化跟倫理的受苦 你就會湧現了 這個時候在兩重受苦的交錯底下 我們就有另外一個苦 叫做五韻治苦對不對 五韻就是說 你的苦也不是只有你的心苦 老師 你叫五內聚焚 就好像 我媽媽以前會用台語講 一天會就要噴出來 這話聽得懂對不對 一腔血好像快要噴出來的那個苦 那個叫做五韻治苦 那平常我們的苦就是小苦 微微的 到了一個很極大的痛苦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整個身體好像快要爆裂了 對 那種感覺就會出現 好 那其實如果我們談那個 剛剛不是講那個夜席跟四身對不對 那我們待會會分析那個不同的身體 先從夜來講 夜的部分的話 我們知道維世學有一個說法 叫做種子生現形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種子生現形 現形又熏種子 可是其實從種子到要變成種子之前 會有一個過程叫做習氣 習氣的意思就是你任何一個行動不斷累積下來 它會慢慢產生一個氛圍 產生一個慣性 而這個慣性跟氛圍累積到 它真的能夠產生一種 引申結果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才叫做種子 所以習氣跟夜種有時候常常混在一塊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這樣講 習氣就是那個前階段 所以有時候我們為什麼要小心自己的說話 當一個人說話刻薄的時候 它會變成它的習性 而習性久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它的業種 而業種又產生新的口業 所以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你就會覺得說 人其實是一種習慣的產物 人不斷在習慣當中累積自我 而那個習慣呢 其實就是你的業 就是你的業種 好 其實業種呢 我們可以講說業種並沒有所謂的真正的自信 所謂真正的自信不是說它沒有任何性質 而是說它不是絕對不變 那業種這個東西呢 我們 我那個時候剛好碰到新冠病毒 我就研究一下病毒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右邊我創造一個圖 用AI畫的圖 病毒大概長的這個樣子 但我們可以不要把它畫得那麼陰生可怖 那病毒其實你嚴格來講 它不是一個生命體 意思說病毒它自己不會繁殖 病毒它是一個訊號 什麼訊號 病毒你看那個尖端 它不是有很多毛毛尖尖的地方對不對 那個東西就是什麼 那個東西就是 只要它跟你的細胞搭上線 搭上線的是什麼 就好像USB插進去 資料就開始 被你的細胞的能量讓它不斷地複製 換句話說病毒就是一個訊號 病毒是一串錯誤的訊號 可是因為它有很多受器 可以跟你的細胞連結在一塊 所以它就有跟你的細胞產生一個連結 然後你的細胞 因為沒辦法辨認那個不是我的東西 結果就把它複製下來 好 這樣來看喔 我們常常講說 剛剛講語言 是一種毒箭對不對 我們聽到了語言 我們是不是受到傷害 可是語言是會傳播 會繁殖 會蔓延 最明顯的意思就是謠言 你看網路上只要說誰壞 結果一面倒了全部它都是壞 如果事實證明不是那麼壞 講的人也沒有去道歉 也沒有去誠信 因為它覺得說它是在為了正義 可是它的散播跟傳播就像病毒一樣迅速 特別是在現代的科技底下 那種語言的傳播 尤其跟光速一樣快 因為它是不斷的複製 所以我剛剛講說 那個病毒就像 語言就像病毒一樣 它會有一種 我聽了 如果我懂了 我接受了 或我誤以為真的 我就會開始把它繁殖下去 所以我們當聽到有人 我覺得說他傷害我的語言對不對 他就在我內心當中不斷的複製繁殖 接下來我會產生什麼 我會產生埋怨 我會產生暴霧的心理 我會產生想要反擊的心理 而且那個語言呢 一天到晚 纏到了你 就開始讓你今天就睡不著 今天睡不著 明天睡不著 然後每天就有個話語在你腦袋轉 請問一下你睡不著的時候 是不是有這個經驗 你是不是覺得有一句話 在你們內心裡面轉 一直轉不出去 你一直在那個循環 思緒的循環裡面不斷的纏繞 然後你一直覺得好像無路可逃的狀態 其實就是語言的業力的總是在對你做作用 可是所謂對你做作用 我講說語言無自信呢 是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因為它碰觸到你的心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一個案例 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以我剛剛的講法 語言無自信 那這個業力的總值 我們剛剛有一個說法 沒有仔細講 以名言為信 業力總值 其實它的性質就是語言性 因為這個是唯士學的講法 我們會稱之為叫做名言種子 也就是說種子本身 所謂的業種本身 其實就是一種語言性格 好 那語言性格的話 為什麼要講它無自信呢 因為用這個案例來講 佛教常常在講因果報應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把業解為什麼 第一種就是債 你這一輩子都是要還上輩子的債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常常聽到佛教界很流行這種想法 你這一輩子為什麼受到那個苦 法師開示你 就是你還前輩子的債 還完就沒有了 可是我那時候 因為我也是在前不久的期末期 我就講做一個講話 我說如果我們把業當作債還是把它當作恩呢 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樣 意思說我把業力這個概念 我把它當作債來解 或把它當恩來解 乃至於把它當能量解 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幫人債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還債 債是不是把它變 把業力當作一個金錢來看待 那我們就是說引導大家去想想看 好 那請問一下中央銀行在哪裡 請問一下業債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銀行 是不是有一個交換所 那有沒有會對 可以兌換一下 稍微損失一下 那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你說業是債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當你把業當成債的話 會限制你對自己 對業的一個理解跟想像 因為你會把它當作 反正我還債 還完就好了 或者我欠債 然後我這一輩 想辦法賺錢去balance 那因此呢 我們就要辦一些 要有些功德嘛 那所以呢 這個債要怎麼還 我就布施啊 布施什麼 我就布施錢啊 那好啦 那業就變成錢了 那換句話 錢跟那個債就可以抵銷了 那所以有些人呢 如果坐盡二施的話 那我後半師我就拼命布施嘛 我希望去balance一下 那就變成說 是用一個債的觀念來去看這個業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就讓我們想到說 這樣的講法不見得不可以 但是不見得那麼積極 那我那個時候演講的時候 我就跟同學解釋 這種講法在早期的時候 達摩祖師有一篇文章叫做 惡路事行 我說這個東西就是達摩祖師所講的 抱怨行 意思就是說 對當時的人 那個時候的人沒有多少人念過書 你要讓他用很複雜的概念去瞭解 很難去瞭解 所以達摩祖師在教人家在談什麼叫業的時候 有時候他可以用債來去講 但是這個不是最高的 那所謂高跟低也不重要 因為只要他對某些人有效 他能夠給人家安慰 OK 這個可以 因為我們都要把這個東西當作要來去看 換句話說 如果有些人 你跟他講說 這個業就是我們的債 我欠債 然後我想辦法去還 他的心如果安的話 那就好了 我們不要去 一定要去把它翻案說 不是債啊 可是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概念來講 就是我那時候的演講 我跟同學講說 你如果把它當作個恩來看 我就引用那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 欣盈大師他會在全世界都做滴水訪 對不對 我說為什麼要該滴水訪 滴水之恩 湧泉以暴 換句話說 欣盈法師他看到的 他所感受到的就是什麼 人家對他的好 他不是看到人家欠他什麼 他是受到人家的恩惠 所以永全以暴 所以他是用恩義的概念來去看待這個 所以如果你只是記得人家的好 那我們用這個概念來講 我們不是要記得人家欠我什麼 我是記得 永遠記得人家對我一點點恩惠 我想要回報他的概念 如果用這個概念來取代在的概念的話 那其實意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佛光山強調三好四給 他其實就是從這個觀念來 不是從在的觀念來 那第三個講法的話 是現代很多所謂的new age 或靈性的學派常常喜歡講的 對不對 能量概念 業是什麼 業就是一種能量 能量無所不在 所以如果你現在運不大好的話 我幫你淨化一下 對不對 你那樣不對的話 那我就幫你淨化一下 因此 好 我現在有白水晶 黃水晶 紫水晶 什麼水晶 我就用不同的水晶幫你淨化 然後我還可以佈置一個五行的磁場 淨化你的業 如果是這個概念的話 它就變成能量概念 那能量的概念的話 它就會產生另外一個效果 我剛剛所講 我就五行淨化 我就會可以變成一個 完全唯物的講法來去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只要進入到那個 幫你淨化的能量產的話 我覺得業就能夠解消了 可是如果這樣講的話 它又會有什麼效果 那我只要找人家淨化這就好了 我什麼東西我也不用做 就每天找人家淨化就好了 好 所以同樣一個概念對不對 當你從在的概念 從N的概念 或從N的概念 效果是不是都不一樣 好 是不是都要用業的概念 好 所以什麼 我剛剛所講的 明言的概念 明言性 就是業種把它當那個明言 是不是比 剛剛所講的要更高級一點 所謂更高級是說 它涵蓋性更大 也就是說 其實其實是佛教裡面的 所講的這些明相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懂它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佛陀或佛法 它的用意是什麼 我們要抓到那個核心 我們不要停留在表面上 那種自意上面的那個理解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先不要管你從N跟債 跟能量的概念 哪一個是唯一的對 如果我們是為了去療癒別人 或是療癒自己 如果那個東西能夠讓你心安 好 那可以當作一個方便法門 接下來你就要小心它的副作用 所以一定要小心 你都不管它是當債 當恩 當能量 也許都有它的副作用 但是你真正要注意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 什麼東西 就是業這個東西對不對 聚集起來其實就是自我 換句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身口義 所累積下來的這個習性 這個聚集起來 其實就是一般我們所講的自我 所以我常常會跟同學講一個概念就是說 一般人所講的自我 其實就是業力所成的自我 也說我們其實都是一個 不斷有習慣所累積下來的自我 所以為什麼每個人會談到說 江山易改本性難以 因為我們把那個業力當作 業力就是說 每天習慣做的那件事情 把它當作自我的習性 我 我們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習慣對不對 講話有講話的習慣 吃飯有吃飯的習慣 每個習慣你都不自覺累積下來 可是累積下來的話 其實都是你自我的標籍 那個不是不可以改 可是它很難改 而且我們會認為說那個就是我 所以當你呢 明明知道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不對 被人家糾正了 指明了 然後到後來你只要回他一句話 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 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 我就是這樣 就是我的習性 我得習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從這個東西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剛剛所講的自我的多重因緣 我們嚴格來看的話 那一開始佛陀不是在講五印嗎 色受想行事 好 西方的身心二元論 其實就是把色跟心把它分開來 以為兩個東西是不相干的 或不相離屬的兩個部分 所以這個叫身心二元論 那佛法講說五印合合對不對 五印合合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色身跟受想行事 這五個東西 色受想行事這五個東西 其實是互相交錯在一塊 我們只是用概念分別把它區開來 把它區別開來不表示它不相干 可是常常會被區別開來 就認為它是對立的 所以西方的心理學它有個毛病 其實這個是從這個理性主義 那個時候我們所講迪卡爾 那個時候開始 他在講心物二元論 心是心 物就是物 然後心物中間有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間隔 這是西方的整個當現代的哲學的一個大的傳統 就是一個心物二元論的講法 那佛法是元起論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說色受想行事 我們是可以經驗到說 我們有我們的物質性的部分 那我們有感受 感受比較強被動 想是一種思維 有點主動的 行是完全的一個直接的行動 跟你意志的行動是有關的 最後會形成一個認識的作用 所以這個五印就好像五種條件 慢慢交錯這一塊 雖然我們概念上可以區分 它存在的是互相交集這一塊 所以如果對一個人的自我來看待 我們會從這個身體來去關照 我是不是先從我的身體 如果你在禪修的話 其實你也是先調身 先調喜 對不對 慢慢調心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在不斷的觀察 你自己的自我的不同的結構 當然不表示說你的色就不在 當你在調心的時候 不是說你的色就不存在 你的色就是你的身體的四大 其實還會影響你的心靈 因為會影響你的感受 就像你做夢一樣 你的做夢 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冷氣吹得太冷 你做的夢 大概會跟寒冷有關的夢 你在哪裡這個不舒服 你就會出現某種相應的夢境 所以色受祥其實是五印 這個我們稱之為五印身 五印身在長官來講的話 我們回到那個最核心的內心 我們稱之為四身 而這個四身呢 你在看說四是由什麼結合成 是由種子 業力種子 所以維世學有一個概念大家聽過 阿賴耶士 第八世對不對 第八世以後稱之為種子式 那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第八世其實不是有一個容器 裝載業力 第八意思其實就是 一大堆的約律聚集在一塊 然後它形成一種自我的生命作用的時候 的那個狀態我們稱之為第八意思 我會用一個比喻來講 如果我們去捏血球 你知道把一堆血或泥土把它捏成一個球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你把它捏成球 這個球外面有沒有一個容器 球本身就是容器 所以阿賴耶士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本身就是那個業力的聚集體 當然你會有個力量讓它聚集在一塊 但是外面沒有一個新的容器 所以講那個業生其實就在講這個概念 好 那剛剛講那個業力本身 它其實就是具有語言性格對不對 語言性格的特徵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語言性其實它是一個可溝通的 可傳遞訊號的 而且訊號可以不斷的去 反驗 增生 慢值 乃至於變形 就像病毒一樣 你看我們現在的新冠病毒已經進化到哪一個版本 我們這樣就搞不清楚了 它還不斷的跟你的身體互相交換訊息 跟外界的東西交換訊息 所以它會不斷的變形 不斷的變形 不斷的變形 但是它其實就是你自己 所以維世學會跟我們講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為你的自我是個封閉性 你那個自我其實是一個 不斷有業力流進 在把它流出的那個現象 如果你流進去的東西是染污的 你現在這個剩下的我就是染污 你如果流進去的東西是清淨的對不對 你整個自我那個時候就清淨 好 那所以剛剛所講的轉變就在於是說 我如何透過我的修辭 使我進來的業力不要都是染業 惡業 使我現在的自我能夠維持一個清淨的自我 而我現在每一剩下的此刻的自我 其實就是有每一個前一個剩下的 跟我 因為所謂前一個剩下的就是 當我在說的時候 現在的我就變過去了 因為我們時間不斷在流動 所以每個剩下的我 如果我們都要保持清淨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真的轉染成淨 所以那個佛教所講的這樣一個多重因緣 就是說我們從五運我 再往我畫這個圖的用意就是說 你這樣去想像 每一個層次就是從色受想形式 慢慢到核心對不對 好 那到核心的話 我們的業力如果能夠轉染成淨 我們就把原來的染污變成光明 我們就開始放射 就開始把整個原來的染污的那個自我 把它轉化成一個清淨的自我 如果你真的那個光明能夠完全的放射的時候 你就真的能夠得到佛陀的自身 這個時候叫做自身了 所以如果我們相對業生 其實就是所謂的自身或所謂的佛身 所以轉世成治對不對 就轉化染污的業力的這個世身 把它轉成清淨的智慧的法身 這叫轉世成治 所以修行其實是這樣的修行 好 那談到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在談佛教的那個部分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稍微談一下說 如果從心理學大致上 可以怎麼樣來去看待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很複雜 所以我只是把它簡化 好 如果我們從功能或組織上面來講的話 這個第一條線的話 就是我們從一般的所謂的大腦神經 然後你的功能就是你的本能 記憶 你的理性跟情感 那在隆格有所謂的集體潛意識這個說法 它會慢慢轉向宗教 或者所謂的靈性的這個概念 如果從第二個線索 這個是生物 心理學的補充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門派 當然這個是簡化版 因為門派不是只有這些 但大致上有幾個脈絡 比如說我們會從生物學上面來講 如果你去看精神科 精神科跟心理科是不一樣的 精神科是把所有的心理現象 都當作你的腦神經有問題 所以你有什麼病就吃什麼藥 對不對 那你說你那個憂鬱症就給你多巴胺 就抗憂鬱的百憂結 那你說造育症就更複雜 反正都是從你的內分泌失調去控制 這是從生物學來講 但是在心理學裡面有一個學派 我們把它稱為第一波 叫做行為主義 那行為學派的話 就是把人當作一個刺激跟反應的 這個基本的結構 做什麼刺激就有什麼反應 當然這個學派後來有點被淘汰的 它後來會變成認知行為學派 就是把認知跟行為加上它 行為主派之後的話 有另外一個學派 大家聽過弗洛伊德對不對 弗洛伊德就是所謂的精神分析學派 當然跟弗洛伊德很有關的就是那個龍格 但是他會走出另外一條精神分析 那是深度心理學 那我們後面來講 弗洛伊德之後有人不滿意弗洛伊德那種精神分析 什麼都回到本能上面來講 他就強調說我們當下的認知 就是所謂就產生所謂的認知心理學 後來認知跟行為結合開 就是認知心理學 可是認知學派之後 又有另外一個學派叫做人本學派 因為這個學派就認為說 我們通常就把人當作一個東西來去研究 人本學派就開始有所謂的把人當人看 因為它跟所謂的人本主義 或存在主義是相關的 這個學派就強調說 其實人有一種很獨特的狀態 比如說你的存在的尊嚴 或者說人就不應該被當作一個對象來看 這一類的學派就是所謂的人本心理學 那慢慢發展到後來 又出現一個東西叫做超個人心理學 本來我們剛剛講 新陳分析那個時候就有龍格那個東西出來 可是超個人心理學的東西就是慢慢它跟 從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比較明顯 大概六七零年代的那個 New Age 的思想 是有關係 那個時候就慢慢發展出一個 這個所謂的超個人心理學 意思就是說人有人之上的那個東西存在 那個東西會把它稱為靈性 那因為龍格那個時候他也講說那個大寫的self 所以那個概念就會跟靈性有點結合在一塊 換句話說這一派的話都會認為說 在人之上還有something的 不管它叫做什麼東西 但廣義我們可以把它稱為靈性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超個人心理學 或者靈性心理學的那個學派 好 那如果從一個自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生物或行為的這一個學派的話 我把它系定為說比較傾向於從身體我來去看待 精神分析常常回到你的過去 所謂過去我 比較偏重過去我 但是跟人本的話比較就你現在 所謂說現在的我 就超個人心理學就比較偏向超世間的大我 我大概從這個自我的那個不同的脈絡來去區隔 這個如果有很不精準的地方來盡情言諒 我大致上把一個脈絡把它抓出來 可是我會談就是說那佛教呢 佛教難道是這個靈性的心理學嗎 我知道說如果你各位聽到有些人在談佛教心理學 有人其實會把佛教心理學講為靈性心理學 那我稍微有一點點保留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可能我們佛教還是要區別一件事情 有所謂的有我跟無我的講法對不對 那有我跟無我的講法就是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其實佛教不是只是在建構自我 但佛教同時也在質疑或在挑戰 我們以為所謂的不變的自我到底真的是不變嗎 還是自我其實只是一個因緣在不同的場合底下 不同脈絡底下的作用 所以在這邊就會談出說佛學裡面 我們會有所謂的戒定慧三學對不對 那戒定慧三學如果你只是從這樣一個直線的走向的話 只會談自我而已 可是你如果談到那種慧學的回向 比如戒定慧的慧特別強調是初世間的慧學 它就會去反轉原來所講的定學跟倔學的那個概能 意思就是說其實這裡面會有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有我的層次 一個層次是無我的層次 那佛教必須要 我認為說佛教跟心理學對話我的經驗是這樣 佛教可能可以學習心理學一件事情 心理學 當代西方的心理學 是先從自我開始出發的 可是佛教很早就開始講無我 可是在我們現代這個脈絡底下 可能要留意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健全的自我 你不要先談無我 你的自我都還沒有很健全 你就先談無我會有很大的風險 那甚至你會以為那個超我 那個大我是無我 那個不是無我 待會我會講說為什麼它不是無我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發展出來 界定會三學的這個模式 大家注意都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世間 一個是初世間 好 建議例來講的話 我們把一些重點稍微調一下 建議例我們說以行動為主 就是說你去慈戒就是行動 投身在生活當中 在這個慈戒的過程當中 潔淨跟立它成為生命的主軸 比如說你透過生與異的慈戒的作用 你讓你自己進化 對不對 而在這個慈戒的過程當中 你又有一個非慈戒的狀態 就是反覆的狀態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捨離原來世俗的反我 因為你願意去慈戒 慈戒要發心 慈戒要發誓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困難的 所以這是很困難的 那這個目的呢 倫理 我現在要講紅字那個部分就好 倫理其實不是慈戒的終極目標 而是轉染 沉浸 轉染就是說把慈外跟傷害他人的生活方式把它轉化 轉成不傷害他人 乃至於利益忠誠的生活方式 這是一個自我轉化的訓練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 不是你持什麼戒 而是那個心是什麼 那個心就是要有一個利他不害 而且利他不害的這個精神 必須要慢慢變成自己的本性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很困難呢 因為所有一般生命的本能 都是以保持自我的生命為優先 可是慈戒剛好是相反的 不是以把自己的生存當優先 這個是最困難的事情 可是當你知道說原來那個東西 那個自我 企圖要維持自我的那個慾望 是可以被控制的 我們一開始證明一件事情 這個自我原來不是一成不變的 自我原來是空性 因為它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你把空性當作一個可以改變的狀態 來去理解 空就不是那麼難以捉摸的 可是你如果只是停留在 世間界的界律中心的那個概念上 你會有個毛病 你也把界當作解脫 譬如說有人就是覺得說他手界很嚴謹 甚至他會有一種批評別人的態度 他自己覺得自己很優越 我持戒 你看我持什麼戒什麼戒 你都不持什麼戒 然後他開始去批評別人 說你們這些不守戒律的傢伙 那這其實就是誤解 他會把戒律當作一個批評別人的手段 他自己就違背原來持戒的那種 逆他不害的心 所以不能夠把持戒當作一個自我優越感的表現 定學的模式我們這樣來講 他其實是由外而內 由身而心 由友而悟 這是基本模式 比如說我們在禪修的時候 是不是調身調息到調息 我是說先把助力先放在姿勢上面 呼吸上面 可是慢慢是往內集中去注意到我自己的內心 那如果你在禪修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談到有個叫做九次第定 最高的定就是佛陀 或者說不是只有佛陀 包括大概是二禪以上的人 出禪能夠稍微touch到 我們講說滅盡定 滅受想定 你的受跟想能夠停止 受跟想其實這種停止 它其實它代表一種東西 語言作用的停止 因為語言其實就是一個分別作用 所以你要去注意一下就是說 在定學當中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慢慢止息你的語言的思維 語言跟思維的活動 所以禪聰不是也講說原意到盡 對不對 然後你的原意跟思維都要斷掉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禪修的基本模式 可是在禪修的經驗過程當中 我們會提到說有四類的變異經驗 第一類是你的色音 就是你身體的經驗改變了 那是你身體的經驗改變 所以你會特別敏感 所以你會特別敏感 受想形式的不同的察覺 第三個經驗是往外的 因為你開始會 因為你開始會 改變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所以佛教來講 神通對不對 你可以把神通當做就是說 因為我改變了我自己原來的習性 所以也許我的聽覺更敏銳 我對別人的心思更容易判斷 但不是接上USB的他心通 我一直反對他心通是接USB 讓他直接能夠看到你的心裡在想什麼 那宿命通其實是了解我們潛在的因緣 這個其實都可以做這種解釋 但是最重要一個東西的神通 叫做漏鏡通 也就是說你禪修到最後 其實是達到一種本性跟你的生命的轉化 比如說你真正的煩惱的斷鏡才是你的目標 其他都不是重點 那定理我們就可以分正向經驗跟負向經驗來看 好 這一篇這個書叫做小指觀 又叫做休息指觀做禪法藥 是天台學的一個文獻 他就會講描述正向經驗 他說你如果錄定的時候 殘境出現的時候 你會有紅字所表現的這些狀態 空明清淨 內心喜悅 淡然快樂 無有覆蓋 善心開發 性性增長等等 這都是正向對不對 可是也有負向的 或是身體在騷動 有時候好像東西壓著你 有時候你好像覺得要飛起來 有時候忽冷忽熱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種種特殊的境界 那這時候你的心會起很多的分量 那如是種種邪法與禪俱發 就這些鏡像你不要以為你錄定 你這個錄定的話叫做邪定 所以有些人常常要強調說 那修行有境界 有境界如果是這種境界 古德就已經跟你講了 小心這個東西叫做邪定 你如果禪俱出到這個境界 你最好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貪著這種境界 你會跟95種鬼神法相應 就一般所講的入魔 這個時候你就會變成 這個叫做思覺思調 現在的用語叫做思覺思調 不能夠講那麼有批評的話 所以如果我們講說 所以我們有根本就是 都因為這麼多的 那那個他這次 當然就是幾個 有一些雖然就沒有 就是說那製造如果還是做 是就可以 但是就是有一個選項 dove 那甚至如果有人認為說只要修訂就好 我把它稱為訂學中心主義 它變成有訂而無會 有教而無關 好 現在談會學 會學就是從你認知到你的生命的全幅轉化 我們才能夠談說說會是這個特色 因為它是全面的翻轉 當然不是一下子的 因此訂跟會就是剛剛說借訂會對不對 定會之間的關係就是由戒生訂 就是你透過職戒來去修訂的話 你的訂比較不容易產生協定 那如果有這樣一個兩個做基礎對不對 你的會才不會只是停留在世間的會 你會真正有達到初世間的會 所以定會雙修其實指的是這個意思 會常常在漢傳佛教太快會談到無分別心 可是大家知道會這個字 如果我在維世學阿比達摩裡面 都會叫做佛吉尼亞 叫做會心所 會心所與所關盡 簡則為性斷移為業 意思就是說會其實是一個能力 這個能力就能夠分別 你能夠分別對錯 你能夠解答疑惑的那個東西叫做會 可是你要如何去解答你的疑惑呢 你要如理癮 如理癮就是如佛理 就你要懂佛理你才能夠如理癮 如果你不懂佛理的話 你可能就不如理癮 那所以佛地子是如理癮 那非佛地子的外道是不如理癮 可是有第三類叫做眾生 我們這些眾生就既不如理癮也不如理癮 就是胡思亂想 所以意思就是說沒有真正的會 可是我們剛剛講說要檢責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聞思修 聞思修就是說你才知道你跟誰的脈絡是什麼 你才知道那個道理是什麼 你才能夠真正的通達所謂的佛法 所以學佛這件事情的話 不是只有說我去悟就好了 其實達摩祖師 不是 這個六祖會人從來沒有叫我們不要讀經書 那善師會叫你好好去讀經書 神會和尚也是叫我們去讀波羅金 所以很多古德都不是那麼快 就是說你不要讀經書 經書會障礙你 你如果沒有先有世間會 你要得到世間會 除非你是術士的聰明智慧 不然我們通常是凡夫 還是先從文思修一步一步來 那至於世間會的問題就是說 以之所以解脫 但求世間很樂 第二個是忽略實踐跟體驗的必要性跟重要性 第三個是不能夠真實實現的所謂的無分別字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停留在世間的檢測分別的時候 像我們這些學者我們就很容易犯那個錯 就是好像我讀懂了 我就以為我解脫了 然後碰到境界的時候就打回原型 其實不是只有學者 難道我們每個人不都是這個樣子嗎 讀幾本書 讀幾本經書就覺得自己通透了 或文法 聽聽法師講法 然後就覺得開悟了 那我說開不開悟 碰到境界就知道了 被人家損兩機沒有跳起來 就有點境界了 然後被人家傷得很重 然後還沒有起煩惱 那才有境界 但通常我們不是這個樣子 那除世間廢的話有破三種遮蔽 第二個是破自我的遮蔽 阿岸今天在談無常其苦 苦即非我 第二個就是跟我們今天會講 那個語言那個東西很有關係 就是大波羅經 摩奧波羅波羅經就是大波羅經 大品波羅經所講的三甲 明甲 壽甲 法甲 意思就是這個甲其實都是語言的施設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管談任何一個東西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認知 其實都是透過語言來的 想想看喔 我們現在我都在講話 你們聽的都是話 我們是透過這個話語來達到理解 不管是對任何事的理解 我們都透過話語來的 所以話語構築它我們的世界 那我們的話語都要了解 在波羅經所講的意思就是 這個話語都具有它的不同的因緣跟脈絡 它不是這個真實的經驗本身 所以我們離不開語言 可是我們不能夠停留在語言 所以出世間會就要了解 語言的作用跟它的限制 那第三個是所謂的破存有的遮蔽 那不要脈弄哲學的名詞 就簡單來講用心經的講法 就是什麼叫無所得 無所得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小心因為我們對任何一個事物的理解 都是透過語言來 然後我們會把語言所指涉的東西 當作一個真實的不變的東西來去理解 因為語言看起來它有它的穩定性 其實它還是在流動 可是我們會常常因為語言去執著它的意思 然後就固定你的見解 然後乃至固定你對這個事件的理解 或固定對一個人的理解 比如說如果你對一個人 因為你聽過某些人對他的批評的時候 你對他有個印象 印象存在你的心裡 你是不是會拿你這個印象來去評判這個人 事事每件事情都會往這個方向想 如果你認定他是個壞人 你是不是覺得壞人沒有一點好的 他什麼事情都是壞的 可是他搞不好就只有那件事很壞 其他事情不見得很壞 可是我們對任何事情的了解 都會從他壞的那個理由來去了解 因為人或生命有一種簡化的作用 因為如果你知道太多 有時候你不容易判斷 所以人會偷懶 我們會簡化我們自己的認知 但是如果要談解脫是不能夠這樣的 那三學跟十波羅蜜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關係來講 界定會相當於不思直戒忍路 這紅色的部分就是六波羅蜜 後面的部分不是有方便立志願對不對 這十波羅蜜就加上後面四個 所以這個圖大家稍微可以看一下 波羅蜜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Parameter 波羅蜜其實在意思上就會覺得正在度 為什麼叫度比岸 如果你看那個大聖經典所談的波羅蜜 它通常都有一個特色 它會做到一個非常非常極度的極限的地步 比如說布施是不是要求你布施到一個無極限 可是重點不是在於你學它 而是你要學那個態度 所謂學那個態度就是說 我們對修行的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能夠徹底的來去實踐 為什麼要徹底實踐 其實就是要變化你的習性 它其實就是要轉化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的習性太僵固了 所以透過布施其實就是在幹嘛 把我們捨不得的心把它轉化掉 因為你會覺得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的 你去看那個小朋友最明顯的 對不對 那個弟弟啊玩具要分給客人來玩 不要這是我的 這種家庭的糾索是不是常看到 說姐姐你要多讓讓弟弟 那姐姐說不要 這一類事情其實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本能 我的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難克服的 所以透過布施實戒忍辱 我們都可以把它當作廣義的戒 那定的話就跟慘有關係 波羅就跟智慧有關係 但是後面的四個波羅蜜 我們稱之為叫做厚德智 比如說前面六個波羅蜜 所以要上下都要去進行的波羅蜜的回向 那你如果真的能夠這樣操作的時候 你才能夠真正達到所謂的解脫 所以在《華原記》裡面有談十地對不對 那十地的話 這個我沒有空多談 但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把它稍微做一個描述 十地的菩薩的修行 它從布施實戒的礙語 一路這樣進行下來 你可以這樣去想像 因為布施而心歡喜 因為它可以捨笑我 所以我只要叫歡喜地 那你布施還能夠歡喜就不簡單了 通常布施都會怕說越來越少 時間 金錢什麼就越來越少 可是當你能夠改變自己的邪性 用一種歡喜心去布施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某種入場卷 雖然不能講說你達到陸地菩薩 但你想想說這個描述 其實就是我透過心歡喜 我持戒我開始離垢 因為這個戒就是對應的那個雜欄 我因為持戒我開始離垢 然後我慢慢發光了 我的智慧就開始發光 不只發光 我這個智慧還是有火力的 就是有熱力可以燒酌煩惱 達到的第五個地就叫南勝 就是難以超越的那個境界 這個第五地是我們特別要講的 因為這個時候的神通無量是很重要的 到了第六地呢 你叫波羅縣前 你叫做縣前地 那波羅縣前的話 你已經達到的 跟阿羅漢一樣的狀 可以得到解脫自己的生死的狀態 所以第六地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同時也是決定說 你要不要繼續下去修的關卡 如果你不繼續修的話 你就變成阿羅漢了 如果這個我們就叫做妄思大勝 那如果你願意進行修 我們就叫做遠行地 願意進行修的話 遠行叫遠行到什麼地步呢 世間有多少國土我都願意去遊歷 世間有多少學問我都會去學 世間有多少煩惱我都願意去度 有到四弘院士的那個概念就會出現 接下來到不動地 不動地就是你開始 就是達到一個完全不會退轉的地步 而且呢 你就開始不是用一種勉強的力量來去行動 你開始都是一種自然的流落 接下來達到善惠地 有無窮無變的那個智慧的能力 接下來就像那個能夠心法雲的那個法雲地 像大菩薩一樣不斷地去布施 不是只有一個國土 是無量國土的眾生 就是實地的修持 好 第五地是一個特別要強調 因為呢 我要強調這個東西就是 南聖地強調職戒入禪 可是呢 它接下來的敘述很有趣 職戒入禪 它不是入於盡的禪 你如果去看第五地的經文 你會看到說它要描述什麼 它會說 這個地 人聖地的菩薩 世間有多少學問它都願意去學 所以它的神通無量不是因為它錄定的神通無量 而是它帶著定力去學 它定力帶著借力去學 學什麼 世間的種種學問 所以經文裡面描述說 世間有各式各樣的學問 迷不該洗 它什麼學問它就學 為什麼要學那麼多學問呢 因為它要做的事情就是 有多少類的眾生 可能就有多少不同的煩惱 有多少不同的煩惱 我就必須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度它 所以它的神通是這樣的神通 所以你看喔 它看起來是要往上修對不對 其實它已經包含了去立它的那個 學習的準備工作 它絕對不是停留在自己制度的工作 所以我其實就在用這個概念來 去跟我們系上的同學講 你們來去讀這個佛教學系 學各式各樣的知識 學問 經論等等 為什麼 因為你就要像菩薩一樣學不同的法門 你不要以為只有在那邊纏坐就夠了 你要學各式各樣不同的學問 你要懂得人心 你要懂得怎麼樣去幫人家服務 你要去做各式各樣的操作 你才能夠學得到這樣一個智慧 好 那接下來的操作 如果我們用為式的三分跟五重為式來去講的話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所謂的為式三分 我們稱之為見像跟自正 像就是我看到的啦 比如說所 見就是我能看到的 就是能對不對 就是見跟想 自正分就是我同時察覺到見跟像的這個能力 換句話就是一個自覺的反思的能力 這三分這樣講可以了解 好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三分呢 我們談三種認識的狀態 第一個是睡覺做夢的時候 這個是我有一陣子很認真的做夢 特別你要注意一下 夢的那個經驗非常非常有趣 尤其是你在僵醒未醒的那個時候做夢的狀態 你如果好好去留意一下 有時候你會變成 我用這邊所講的第一視角跟第二人稱的視角 比如說你會偏見分 就好像你在看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驗 有時候你會變成所看的對象 你在夢中最缺乏的是自正分 因為你通常不會知道你自己在做夢 可是有時候你是不是會變成 好像你在經歷一個夢境 有時候你是不是會變夢境 變成夢境本身 這個就是談這個三分在夢的時候的狀態 醒的時候是你如果稍加留意 你就可以察覺 比如說你現在在這個時候聽講 你聽到的是你的相分 那你聽到的聲音 那個能聽的是你的見分對不對 那我留意我現在在聽到的這件事情 我留意我在這個聽到的時候的反應 那就是你的視正分 好 在談錯的時候這三分怎麼操作 心專注的覺察 我先談自正分 你一直在覺察自己的見跟自己的像 自己的見就是自己的知覺 自己的像就是自己的所有的這些認識的作用 比如說種種的心所 比如說你有煩惱心所起 你有比如說稱恨埋怨或者忌妒 這些東西在那邊不斷地浮現 你在纏作的時候 其實是不斷地把自己內在的意識的兩個分 就是見分跟相分 當作你要認知的對象來去觀照 來去察覺 可是我剛剛不是講說我們止息的心念嗎 那個是你以為你止息的 如果你去纏作的時候 你是會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一開始很專注 到最後也許有一個剎那 你好像忘記了 忘我了 可是接下來的話 你會有一種沒有再察覺 自己在纏作的狀態底下的景象開始浮現了 就是所謂的殘境出現 那個殘境出現的話 就如果用天台學來講 天台學它就要講死境 有死走 譬如說它講煩惱出現了 叫做煩惱境 疾病出現了 病患境 然後魔 魔頭出現了叫魔視境 意思就是說你不要以為纏作 你的一念不生 就爭著一直一念不生 除非你有很強的定理 不然通常是你會進入到一個 類似清醒的夢的狀態 因為你的殘像會出現 那如果用心理學來去講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的身在的潛意識的 那些data開始浮現了 你開始在做一個清醒的夢 這跟那個睡覺的夢不一樣 因為睡覺的夢不清醒 但是你在那個纏作的時候 你的夢是清醒的 而且它可能是很嚇人的夢 龍格這一個心理學家 他就做過這樣一個很清醒的夢 做了好幾年 然後他說 他有一本書 如果你們去看那個叫《紅書》 這本書描述說 那幾年做了一個夢 他甚至他跟夢裡面出現的人物在做對話 他那個時候不敢出版 不敢發表 因為他認為說出版發表 人家一定會認為說他精神分裂 所以他死後 大概十幾年前才開始出版 現在有中文的譯本 裡面就是有各式各樣他跟裡面 在幾乎是精神分裂的狀態中的一個對話 你還可以跟他對話 那你不會覺得說這個人真的有點精神分裂嗎 他用很強的意識去控制自己 沒有陷入到那個狀態 他要想辦法抽離 然後要去分析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說把夢寫下來 避免自己變成一個精神分裂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線索來講 其實意識有兩種行動方向 一個是從我們把現實當起點 比如說左邊跟右邊一個是睡覺的夢 一個是殘境的夢 殘境當中的夢 其實你要一直維持一個清楚的自覺 而且它有個特色是 你不斷可以後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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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把原來的本來的自正分 變成像分 你後退嘛 你就去察覺它 就一直後退一直後退 所以我用這個圖來去想 就是外界好像有不斷的隱默 然後身體也逐漸隱默 然後只有意識跟意識的內容作為對象 然後這個來去做一個我常觀的反思對象 但是其實意識的內容本身 都是語言心學的種子所構成 所以我那時候用AI畫這個圖把它畫出來 指令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AI就畫出這個圖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想 我覺得他比我聰明 所以常觀的目的是隨時維持一種充分的自覺 自正分的作用 由表而內 由外而內觀察每個層次的自我 那因為這個觀察我們逐漸的改變自己的偏執跟你的夜襲 然後接下來不能夠停留在禪 你要回到人間 回到人間來去行動 而這個行動一樣要用戒定會 所以不要停留在禪定 你要禪修是培養那個智慧觀察能力回到人間 回到人間一樣用戒定會來去行動 戒就是誓願持守立他不害的行動 定就是時時維持深刻的自覺 會就是觀照一切的因緣 破除遮蔽 然後培養一種出入因緣的智慧 那最後用五重維持觀來去描述一下 那右邊的圖也是我用AI的畫 那五重維持我用右邊那個圖的下面的指令來去描述 結果他畫出這個圖 我覺得還滿聰明的 我說從偏見當中看到你的認識跟分別 比如說我們要有偏見對不對 可是我不是要有認識我才會有偏見嗎 對不對 我的偏見 我的認識才會長出我的偏見 因為我的偏見就是錯誤的認識 片面的認識 然後我再倒退對不對 由認識跟分別看到 清楚看到我的自覺意識 就是興亡 就是那個本 就是第三個捨默歸本的本 那接下來由自覺的意識看到煩惱跟自主 你要了解我 我有所謂的烈跟聖的不同的意思的作用 那接下來最後看到什麼 就是完全無知必 無遮必的意思的置身 就是所謂的清靜的心事的本身 所以五重為視觀其實是一個不斷的往後倒退 來去觀察前面那個錯誤的或片面的那個理解 把它稍微解釋一下 潛虛純實指的就是 潛虛純實 所以潛虛純實 其實就是擱置 一切認識活動所蘊含 可能或可能蘊含的偏見 就變遍器所知 我們剛剛講的名言種子 其實就是騙虛純實 所執著的那個東西 就是騙虛純實 所以你要把那個東西擱置 你要了解這都只是語言的作用 好 那 那 接下來你要再退一步了解說 我們所認識的每一個對象 其實都是經過你認識作用的投射 因為你的心就像一個透鏡 你任何東西會穿過這個透鏡 被扭曲是一個什麼樣子 心不平 它就會被扭曲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的心就要不斷把它磨得更光滑 更平整 如果你知道還是orie số的人 第四個呢 的意見 第三個就是赤墨規本 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們不是有見分 相分跟自分分嗎 你要回到你自己本身的自覺 不要停留在見像 可是你要用自分分的作用 來去嘲解你的見像 第四個就要隱略顯勝 就是你要知道回到你的自分分的時候 把這個自我當作一個觀察的對象 你就開始又瞭解說這個自我的心 有很多不同層次的作用 有些真的是主宰 可是有些是你附帶的心所作用 某些心所是染污的 某些東西是比較可以幫助你的 傾向於親近的 那你要瞭解各式不同的心理的作用 你才能夠跟人判別說 什麼叫做心所的作用 什麼叫做心網的作用 那最後回到那個真正的心網本身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能夠遣除 這個作用於像跟式的雜染的依他起 我就能夠真正的體正 什麼叫做原程式 如果我們把維斯學的三性叫做 依他起當中心 有個叫染 有個叫進 我去掉染 其實我呈現的就是進 所以我要透過這樣一個理解 來去慢慢消解 消解 消解到後來 你真正把一種無遮蔽的那個認知的狀態 加以呈現出來 那個才是佛教所要談的一個真正的自我的狀態 當然這個都不是那麼簡單 跟那麼容易操作 但是我們透過這個所謂的 五重維世的那個 這個是虧機的一個解法 這個解法其實它就是在給大家一個線索 我們怎樣一步一步的操作 然後真的能夠實現 維世學所講那個轉世層次的那個操作的方法 而裡面我剛剛已經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剛剛講的第一個 如果我們沒有把原來一切認知活動 所可能蘊含的種種的偏見 這個偏見是以這個夜席的名言種子為依據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抓到這一點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一種認知跟理解 好 那維世學講的一道很大的那個理論 我現在把那個的 null來提示 可是實際在操作上面來講 我們要發現說 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有時候不見得那麼容易 因為每個人不是容易那麼有 encuentra 有一種反省 或有一種具有很強烈的那種知識的能力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或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先從你自己的習性的轉動 也就是說透過一種試願性的 實際的活動 我改變我的自我的習性下手 也就是今天給大家 是一個理論的框架 但這個框架 其實是希望各位去了解 你這個框架你忘記沒有關係 但只要記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點 我們的所有的修行行動 其實都是在改變你的夜行 從我自己的業力的習性的改變下手 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重點 所以你從你的行動 從你的語言 這是我們講的深口意 你從你的口 從你的行 從你的這個深口意 深跟口改變你的意 有時候尾巴咬狗是有用的 意沒有辦法直接改 那我先從你的深跟口改 深口轉變你的意 有時候不見得由意 即轉變你的深口 因為因緣其實就是相關 即使它是網 但是那個末有時候會倒過來去轉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轉變 我們希望說給大家分享 我在這幾年跟一些心理學對話過程當中 以及我對佛學的理解 想可能的一個解釋的脈絡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東西也許有點雜亂 我想說各位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接下來的QA 就能夠希望能夠多出一些陳情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 剛剛聽學長在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注意現場的人 這邊比較看不到 那我發現 雖然你有時候講了一些笑話 但他們都沒有笑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因為你的笑話冷 是因為你的東西太扎實 密度很高 那這是我在法骨山 多年來上課的經驗 就是大家聽到密度很高的內容的時候 就會開始瞪大的眼睛 然後所有注意力集中 完全就是聽到笑話也不會笑 因為來不及笑 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 然後需要消化 我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們經歷了一個很 你們要知道這是學長很多年來的精華 那 但我非常佩服他 真的裡頭有很多很深的東西 但他可以講到非常的日常 尤其是剛剛講到那個 尾巴咬狗 我就想到師傅常講說 有時候我們要假戲真做 就是你裝 裝久了就變真的了 所以先從威夷開始 然後你慢慢的心就可以跟著調整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會認為佛法就是唯心 然後大家都會從心裡頭開始去講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了 其實尤其跟心理學對話 你看心理學一開始是行為主義 就是先從人的行為去看起 那慢慢才開始往心走 所以這裡頭到底是先外在還是先內在 其實沒有定論 但它是交錯的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有沒有覺得賺到 而且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會放在YouTube上面 你們可以持續不斷地複習 尤其是有很多東西我想聽一遍 大概沒有辦法馬上消化 尤其是很多東西 我看本來有些人就筆記記得很勤快 後來就有點放棄了 因為好像不知道怎麼會選起 然後要拍PPT嘛 拍個片段好像學不了東西 那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天在場的義工 對我們做的最大的功德 因為幫我們把這個影片可以做直播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它錄影錄下來 大家可以以後慢慢地看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想我們就 先移駕到隔壁有一些點心 那個聽了這麼密度高的演講 應該會耗損腦力 然後剛剛講的身心會互相影響 所以耗損腦力就餓了 餓了就沒力氣問問題 所以我們有準備一些點心 大家先在外面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大概20分鐘 休息20分鐘夠不夠 可以嗎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跟學長進行QA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學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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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